不知道张翰有没有想过 有一天他会以这种方式登上热搜 起因是张翰新剧东巴区的先生们一经播出 被十万人打出了历史最低分 2.1分 该剧是由张翰担任制片人编剧和主演 开播前据说是打磨了十年的原创剧本 说是张翰事实亲力亲为 对这部剧下了很多功夫 把观众的期待直拉满 然而开播后差评如潮 观众们的眼睛和心灵都感觉到被侮辱 在电视剧东巴区的先生们里 张翰依然是演霸总 剧情老套就不多说了 毕竟张翰水平也就那样了 还出现了很多让人不适的台词 但让观众直言恶心的是 张翰本人的骚操作 明明一台胳膊就可以接住女主角王小臣 张翰却偏偏伸手扯了一下女演员的衣袋 更过分的是 张翰疑似借着拍戏 汪明正大耍流氓 剧中有一幕是张翰搂王小臣坐他身上 正常电视剧都是搂腰 而且男演员会刻意避开女演员的隐私部位 但张翰不同 他不仅没有避开 这种很明显的性骚扰镜头 居然能大啦啦地放在各大电视屏幕上 这样又会误导多少青少年 看着女主角王小臣强颜欢笑 有苦说不出的表情 观众们也是很心疼 不由感叹 女演员为了挣点钱也是不容易啊 东八区的先生们以上种种实在太大眼睛 惊动了很多官方媒体 就连人民网评也忍不住发长文批评 俗套 脱离现实永远不可能成为卖点 然而最讽刺的是 在新剧东八区的先生们里 科普交通法的张汉 现实生活中却是个法治咖 张汉将交警拖行百米事件发生的几年后 在采访说狂妄地说道 那是发生在2007年的某一天 那时候互联网还不算发达 彼时张汉还不叫张汉 而是叫张汉 当时张汉因为违章被交警拦下 但他不顾交警的阻拦强行驾车离去 把该交警拖行了100米 这是何等的肆意妄为 还好围观群众自发地把张汉的车包围了 这才让张汉停止了拖行交警 当时的张汉看起来毫无悔意 只见他反复强调 我只想让他下去 我把他的手甩下去了 被拖行的这名交警手臂骨折 还有严重的肾损伤 如此严重的伤残 就被张汉用所谓的巨额赔偿轻而易举地处理了 真的不敢想张汉究竟有多大的后台 虽然是人命如草剑 甚至还能从中系毕业 还能在娱乐圈混得风声水起 对于张汉来说 只是花了一点钱 而对于那名被拖行制残的交警来说 却是一生不可磨灭的阴影 张汉每出现在电视屏幕里一次 就是对被拖行交警的一次又一次的伤害 张汉的狂是印在骨子里的 这次事件他并未有所收敛 在娱乐圈还有个耍大牌的名声 因为张汉新剧东八区的先生们剧情太雷人 张汉这几天算是热搜的常客了 近日又被网友扒出耍大牌 在网友发布视频中 张汉身穿深色古装拍摄一场骑马的戏 导演示意张汉再来一条 因为张汉在某些画面里出话了 结果张汉眉头一皱 看起来有些不耐烦 直接指导七导演来了 不用了 再接一条背就行 意思就是让替身上拍后背就行 看到张汉拒绝后 导演完全不敢惹他 还小心翼回应张汉 好嘞好嘞汉哥 随后导演立马叫替身上场 张汉还站在旁边指挥 如果说是一段高难度的打斗戏 用替身倒也能理解 但张汉这段戏份很简单 却当众要求用替身 就有些不敬业了 看着张汉耍大牌的这条视频 有网友评论 一时间有点无力吐槽 究竟是该吐槽张汉古装丑呢 还是该吐槽张汉耍大牌呢 这确实让人很好奇 张汉的咖位为什么这么大 甚至直接压过导演 演技差以及爱装霸道总裁 这都能忍 毕竟是业务能力问题 还可以再磨练一下演技 但耍大牌是人品问题 拖刑交警的行为更是违法了 真的不知道张汉 为什么还能在娱乐圈 不少网友都大呼赶紧封杀张汉 大家认为张汉会被封杀吗